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直是充满怒气 不开心了 完全不是不开心的眼睛 是充满怒气 虽然我好像很有笑容 但我其实是充满怒气 我觉得已经是愤怒到 我忍了很久才要拍这条片 大家看这个封面都知道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物浦 正式提出了英国足球总会 提出了三个诉求 也不算是诉求的 他提出了一些疑问去质疑他 我想大家先从看封面都看到 就是说有三个争议 就是这三个争议 我觉得站在我球迷的立场 就是不要说我是不是利物浦球迷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很客观的 前个星期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做过什么 曼联 对 曼联 上次我们也看到林美拉 去扮诈伤搞到马斯亞拿红牌 我们也特意拍了一截 去帮曼联的球迷 去抱不平 对 就是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特别捧哪一队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捧利物浦 大家都知道灯神是阿仙奴的球迷 但是对于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 就是其实是很奇怪的 特别是利物浦这一场 就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看球迷的话 已经看过了所有一些 就是说的是匪夷所思 不可思议 接着还要是你再出来的时候 竟然告诉你 完全没有东西 需要负责 就是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 今天我们分就着三个争议 我们去讲一讲 就是我们本身的看法先 第一个争议 就是我觉得这一个点 你怎样看第一个争议 在哪个位置 首先是说第一球 在比赛 刚刚开始了6分钟 它是有一个 云迪克和这个的迫复突 它是有一个冲突的 其实不是冲突 搞不定 直接夾下去 都不够用冲突 冲突这个字完全是 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说是 势烈了很多 是的 这个并不是双方势军力敌的冲突 这个是一方夾一方 总之就是整件事 就是云迪克 他冲了上去的时候 就被这个门将 就是手拢 这个的迫复突 去截住他的时候 是很粗暴地用了一个剪刀 去夹住他 看看剪刀在哪里 这里 剪刀 这个是第一张图 就是呢 那时候刚刚好云迪克 冲上去的时候 接着迫复突准备 作势起势夹下去 其实你这一下 你已经看到第一一下 他是看到呢 如果当日有看片段 或者你看事后任何片段 其实在网上都找到的 这些版权问题 我们播不到 没办法 那其实你看回呢 迫复突是完全刷不中的波 是直接刷了到云迪克那里 是 这幅第一幅图 OK 第二幅 这个第一幅图 第二幅图 这个已经是夹到到他的膝头那里 已经是第二幅图 第三幅连环图 你看到 是看到已经躺下了 对不起 第二幅是这幅 现在是夹下去了 刚刚这个时候我忘了放出来 这幅是第二幅夹下去 好了 到第三幅图 躺下了 已经是夹了下去 完全是夹了下去 在过程当中 是没有踢中过球的 好了 但事后就是 事后就是 因为 球证就说 本身运迪克已经越了位 是 所以他就说 碧伏特的动作是不会构成可以做到这个十二码 是啊 所以他就说 因为他首先越位 所以之后 构成的 构成的动作就不会可以做到这个十二码的评伴 是啊 没有十二码没有红牌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逻辑 因为他已经越了位了 所以他自己的逻辑可以这样说 但是 当然是惹起一帮球迷很生气 怎可能是这样呢 这个逻辑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我觉得首先 免得被人觉得我是利物浦 哇 你当然是帮我利物浦 我先说回 这个逻辑在哪里 英国的球证 那个球例 不要说英国 就是说球例 他们认为他们当时的判决是基于 第一 雲迪克处于越位位置 是 所以在偏偏在先 所以在后面 既然我已经吹了越位了 在越位后面的动作 就不构成犯规 因为我吹了越位 这个第一 第二个地方就是说 当时的主球证是奥利华 奥利华没有去看VAR 原因是因为VAR的球证 是第四旁证 那个叫做富特 富特没有提醒奥利华 说要去做VAR 所以奥利华当时是没有看到VAR 就是主球证是没有看到的 主球证是没有看到的 主球证是没有看到的 是负责VAR 因为VAR告诉他 如果他觉得有12码或者有红牌的话 其实应该是VAR的球证 告诉主球证 那个可能是一个粗暴行为 你应该要去看看VAR 是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VAR的球证没有告诉主球证 就是富特没有告诉奥利华 所以变成了他也没有再跟进VAR去看 所以当时的决定就是说 我既然已经吹了他越位在先 后面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吹了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集中在那个球有没有越位 集中在那个球有越位 其实说真的 少女登神我们第一次做这个题材 你站在你的角度来看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 有没有争议的地方 当然有争议的地方 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必复特对云地克反规 这件事是没有被审视 而是集中在那个越位的部分 其实是最后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是看到云地克已经伤了 是已经伤了 那我虽然听说 其实我也听说 爱华顿其实有时候很久 其实爱华顿很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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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些就不会说这么主观的事情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 如果都去到踢商人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有记脚 这些记脚是有多严重的 是的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 比赛的规则是否越位重要 还是那个精神 已经是赖到精神上 因为大家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如果说这个是一个越位 后面所犯的错误 是不需要追究的话 很多人就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越位下一次 我一脱打勾就行了 对不对 我是一个龙门 我看到前锋越位 球证举了旗 前锋不知道 我正在冲进来 怎会一脱打勾的前锋 是的 那之后就说 没有啊 他越位在先 我一脱打勾他都没事了 最重要是说 本身那个球例 都是说到 就算有越位 之后严重的犯规行为 都是应该会被审视的 你有做功课 没错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吹了 的确是不会去追究的 但是球例也说了 如果那个是涉及到一个严重的犯规的话 是的 在事后是能够追究的 就是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争议的地方 事后的问题是第三个部分 我们留下第三个部分 是的 第一个问题 最主要现在衍生的是 就是说 扣证 奥利华 他只是斟酌了在 有没有越位 有没有越位 是的 第二个争议就是 当时的助理裁判 就是负责VAR的 叫Fuda 他没有提醒主裁判 去看回VAR 说这个是一个粗暴的行为 涉及到可能需要红牌 以及要十十二码 所以变了其实这个争议的地方就是说 是不是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以后任何一场比赛 我越位 我越位 后面无论做什么 都不需要负责任 是的 那你打后准去越位做什么都可以 是的 我看到那个人后准去越位 我真的走过去 下次就一起打他 一脚踢到春袋那里 没有负责任要负 有什么所谓 此例一开的话 其实你任何的比赛 我都是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上一次你不吹 还有有些人说 雲迪克是不是真的有越位 都是成迷的 不要紧 这个我也免得再争议 我也免得说 是不是越位 这一件事 我就算当你真的越位 但是你越位 是不是代表你越位后面的行为 是不需要负责任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等于 喂 说明搞事不中出 你中出了之后 你就说说好了 然后你就说 喂不是啊 你现在M到嘛 中出没问题 这样 这个例子都挺合适的 ok的 第一个争议 我觉得是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不要说我是利迷 大家是觉得 因为这件事其实不一定会发生在利物浦身上 整季流流长 总是迟早会发生在你那对身上 大家都是用公义的 就是说这件事 如果你说你今天觉得我因为是利迷 所以我帮利物浦这样说的话 下一次你千万不要发生在你那对身上 万一欺利简尼 如果预为 然后被人踢爆春袋 到时你不要在那里哭 这个我觉得是很公道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说欺利简尼 就是这个例子 为什么你突然就欺利简尼 你可以是奥巴美羊 你可以是奥巴美羊 握爆春袋 愚慧握爆春袋 但是很惨 雲迪克就伤了 伤得这么厉害 你其实反正就很粗暴行为 你夾下去夾下去 人的脚那里 你完全都不是对着玻璃踢 你根本这些行为 又没有不负责任 没有后果 讲完这个争议 我觉得第二个 第二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更争议 我觉得这条线 大家都看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说的VAR 越来越好笑 真的 第二个争议 喂 VAR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集 做节目的时候 就讲了VAR 对这个 英超多么重要 我们都记得 我们第一节的节目 如果大家有跟进 我们第一集说 就是说上一季 英超在VAR上面 是出现了很多争议性 被人骂到 被人骂到 但是在今季 我刚刚开始 第一集我还说 哎 今季好像VAR 好了很多 少了很多 一些所谓 具争议的 判决出来 完全不是 好了 好了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这幅图 我免得阻止这个线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线 你告诉我 问你 究竟哪一个身体部分 是越位呢 请问 我们再刷大一点给这条线 大家看 我觉得真的要很搞笑 给大家看清楚 刚刚这个比较小 对不对 刷大一点给大家看 你告诉我 这球球 纹尼越位 你这条线怎么画 你这条线怎么画 我也是有两个点的 一是我想去说 究竟是身体哪个部分越位 摘毛 是不是 说得最多的 摆明是 你看到纹尼 最大的问题是纹尼 摘都在后面 现在 那你怎样摘毛越位 第二是想说 究竟怎么越位 是用这个时刻去定夹判断 究竟是怎样画出来 不知怎样画出来的 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全世界 全世界都看着这条线 你告诉我 这个真的没有争议性 是不是 你不要说 我们是否拎迷 大哥 你怎样 你怎样这个东西 是有越位 你告诉我 你怎么画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画 这条线 是不是 其实真的很奇怪 是啊 你这条线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画 我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你告诉我 这里 再放大一点 问你整个人 不是在后面都平排 你画一条线 你都画不到出来 你见不见到 这条线 一直这样上 去到这里 一直这样上 你看到 哪个部分他越位 喂 这些完全不是争议 根本是不应该有争议 你作为一个VAR的球证 你看完 你画一条线 你画越位 你的球证盲的吗 Fut的 就是你有什么可能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英超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联赛 你画一条线 你怎样画都画到 令人不服 对不对 我再给第二幅图大家看 其实那幅图都是一样差不多 就是给你看看 第二幅图 来自第二个 那个角度 其实都不是第二个角度 再看 是不是 你怎样画 一条紫色线 一条黄色线 你怎样画你都画不到 你画球就知道 即他究竟怎样 打那个越位 那位出来呢 这球呢 为何是争议呢 就是因为本身 一般利物浦多踢一个 那时候2比2 2比2 90分钟 其实就进了三比2 那本身那时候就是 艾简达娜 接着直线就传播给文尼 传给文尼 之后再攻给Henderson 是 就入球 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说文尼越位 所以就构成Henderson的入球 不算 你现在怎样画一条线是越位 好了 就是这个问题是 你现在画完一条线 那个问题就是 VR的球证怎样画呢 喂 没有一个标准 你玩了整季 玩到第二季了 你到现在画一条线都没有一个标准 喂 你是否搞错 打网球都有鹰眼技术 会不会见到那个网球 究竟他会不会碰到那条白边 都没有争议了 对不对 很奇怪 你现在画这个越位 还要全世界多少亿人 我在看这条线 然后你告诉我这个越位 你叫别人怎样服 喂 你吹也吹另一样东西 如果你想做打架球 对啊 对啊 你吹另一样东西 我因为VR这件事 我已经不想再买球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太无稽了 对啊 是不是好像说 我又不可以去马会投诉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直接好像一个男人那样 你跟他吵架 究竟你条线怎么画的呢 是不是 我上次你跟我说 你只不过是不想 我去跟另一个男人出街 我不跟另一个男人出街 你连我的短信都不给 那究竟你条线怎样画 现在就是这样了 好像拍拖那样 你条线怎样画 你条线怎样画 条线饮你画 你说是就是 是这样的 但是 但是踢球不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那问题 踢球就是不是这样的 拍拖是这样的 拍拖是这样 但是现在条线也是这样的 是 现在画线那个人就好像说 谈情说爱那样 我喜欢画这条线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我那个心情好 这条线是越位 我那个心情不好 这条线没有越位 是不是 好奇怪啊 我都觉得这个VR 是搞到整件事都错了 对了 好了 接着到第三个了 第三个我们今天要讲 那个 争议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争议的地方 我们就是说 足球总会 是不是 就是说英国足总 是的 英国足总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在这件事上面 是完全没有人需要负责的 没有人需要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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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没有人需要负责的 就是呢 我想你也做了一点点功课 你也有看到 我也在看 是的 就是呢 我很想问一下 就是英国足总 他是拿什么理据 说我没有办法跟进 他说因为球球已经完了 已经 长波完了 接着呢 他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那个球证就是说 英国足总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时主球证 他判决了 认为这个是一个阅位 而庞正 不是庞正 就是那个助理裁判 就是说看VAR 那个富特 没有提醒他用VAR 所以这个判决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最终的判决 所以英国足总 没有权 去推翻球证 已经做了的决定 喂 即是怎样 即是上诉都不行 是啊 即是现在不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 要你推翻那场球的比数 是 而是说你 那些球证你都不肯 那个球证 你是不是 球证如果有错 你应该收拾他出来 你告诉他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球证在这件事上做错了 就是找了个人出来 什么票都没有 是啊 现在是有些像什么 香港高官那样 没事的 错 不觉有错 你不要打算叫我 打算来认 不好意思 你打算叫人问责 不好意思 问什么责 没有人问责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其实英超是不是真的玩了这么短 不觉不觉就没事了 是不是 即是那个问题是什么 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抽后算账 就是说 他是因为没有用过 如果他说他有用过VAR 看错了 就算了 但他说主球证看不到 VAR没有提到 所以他只能够维持 当时他认为是一个叫做 越位的判决 那你说了 这个我觉得第三个 争议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是啊 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事后 不能够做任何东西的补救呢 其实怎么会不可以做呢 你是那个总会 其实你是 不是啦 你是总会来的嘛 你找我出来祭旗 停他 不让他吹两场 不让他吹三场 那起码都 起码都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说要你去罚取钱 没有人说要你推翻 真的吗 你没有觉得是真的比数要推翻吗 那问题没办法 那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上一季呢 其实有一个很争议的判决 就是说的是阿士东维拉 那一场球对石飞联 嗯 龙门已经在龙门里面接了球 是 鹰眼技术没有吹到 直接导致到搬离茅夫降板 嗯 其实事后 没得再追究 但是那球球明明已经进了 如果进了的话 降班那个是阿士东维拉 不是班尼茅夫 这个很惨 但是当时都没有吹回的时候 其实你想想 牵涉到一队球 升降 降班和流班 他都没有做吹的时候 没有推翻那个赛国的决定的时候 他会不会为了这一场球去做 肯定不会 我现在觉得他们搞那个VAR很无谓 是啊 因为你连基本财盘都做不好 你引入什么新的技术 是啊 其实你最搞笑的是 就是这个争议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大家拍过片出来要说呢 就是说 你VAR其实本身应该是公正了 帮到球证去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 是啊 但是你现在很搞笑 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喂 为什么好像争议更大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倒不如不要VAR 是啊 没有VAR 你最多只是吊个球证 是啊 但是问题是你VAR是一个technical 你这条线是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理论上是不应该有错的 你说球证都可能会 刚刚我死位 我看不到 是不是 我看不到 是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画这条线 这个是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应该应用得很纯熟 由世界杯开始到现在 说了几年 三年都有 两三年 那你这个技术是不是应该已经成熟 没有理由你到现在 你告诉我 竟然一个这么成熟的技术 回回头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还有这么多争议的地方 是啊 已经多了这么多人 那其实你要个VAR来做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那你要个VAR来做什么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不如你取消了VAR 由得球证判回 判错的 我们一起吊个球证就算了 是啊 那不如你取消了VAR制度去吧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这个VAR制度我是越看 每一个星期都越来越离谱 是啊 就是我们做了多久呢 五集 我们原本是愿意做这个节目 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心水 但我们现在每个星期都在罵 因为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这些判决 不是就是严重影响到我的心水 是啊 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心水 就是我没什么心水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 这个星期的VAR又会发生什么事 是啊 这个问题是你不能够从正途去想 就是说 我现在要估连个 估球 我连个球证会不会犯错 或者刻意犯错 我也要估计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记上球员名 我们现在可以记上球棋 是啊 我们下一节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球证 他有多少次误判的记录 他做过多少次错误的决定 然后有没有被人停过牌 我今天才学会这两个球证名 这个富特和奥利华 对奥利华 是啊 我为什么还要记上球证名 奥利华我也算了 我给大家看 大家认识这个 利物浦的球员特别要认识 这个就是富特 这个富特就是正价格 这个富特 是不是有少少富特的资料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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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特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这个真面 他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他本身呢 让我看一下 他本身是车路士和对热刺那场呢 都有做VAR 里斯德城对曼城都有做VAR的裁判 然后他两场都出事 是啊 其实已经不是利物浦一场出事 是啊 其实两场 刚刚登晨都说了 是两场出事的了 就是说 就是早晚 一个日场一个夜场 同一天 两场都出事 不知道他那天发什么神经 但是 看来是他真的有点问题 是啊 所以你这个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认住这个富特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富特做球证的话 你可以选择 可以不用买球了 你可以选择深水或者买球的时候 麻烦你自己小心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就不是只是讲球那么简单 我帮你调查这个旁证 这个VAR的球证 就是他就是 刚刚先说 登晨也有说过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之前有一次 那个判决是哪个位 是有一个就是 上一季的 今年2月的时候 其实你看回 今年2月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记得 那个二次 那个 劳斯素 劳斯素 嗯 一脚踩进去 车腰小的 艾斯比利古达那里 艾斯比利古达 是啊 一脚踩进去 艾斯比利古达那里 这一场波因为我有看 我看到一脚踢下去 但是最后 这个人竟然是没有红牌的 踩中 艾斯比利古达 上五串下五串 一脚踩下去 艾斯比利古达 是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他这个人 已经是有个多次误判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认着这个叫做富特 那为什么他还能生存在呢 是啊 英文名叫做C-O-O-T-E Coutet 是不是 Coutet 这样 所以呢 大家留意回应回这个 他说他14岁就开始做求证 神经病的 现在36岁 认识了这么多年 就是说真的 所以呢 可能他不适合做VAR 就是普通求证 求证也不适合做 你这样去吹 喂你这样搞法 其实我觉得 打架球適合你 配合你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做 就是我觉得那些判决 太过分了 所以呢 今集第一节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 就是说有关于 这三个争议 就是我觉得这三个争议里面 第三个争议就是说 关于英国足总在事后 不作任何追究 没有求证需要负上责任 没有谴责声明 没有叫他们罚停吹 这个我觉得那个争议是最大的 就是你 如果第三个可以解决到 第一二个争议都可以解决 今天没那么调气不信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集 第二节 留完明天 跟大家见面 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利物浦 基于这样的情况 因为英超就刚刚公布了 就是要求会 就公布25个人的最终名单 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利物浦呢 就因为云迪克有伤了 那这25个名单里面 就是其实利物浦都挺投行的 那就是我们都愿意花一点时间 就是比较跟大家分享利物浦 那现在怎么选 又利物浦啊 哈哈哈 到第三节 到第三天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我们的心水 好 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 就是这样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